云端白板上论坛 那我们上礼拜主要大概就讲到有关 总共有十段影片 然后不外乎就是 再把上下礼拜的 Python环境稍微再做一个重点的回顾 另外的话再把 怎么样复制模组 或者怎么样去修改等等相关设定 然后再来的话讲到有关 BMI这个范例 OK那BMI里面比较重要就是 如果你要转型 假设有小数点 记得要用flot来转型 或者你的小数点 你用int的话 那你小数点会消失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像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叫format函数 如果你要做一些相关格式 这个格式化 有点像Excel里面 Excel里面它有很多的格式 让你去做资料的格式化 OK那只是说因为它功能实在太方便了 所以你感觉不出它厉害的地方 但是如果说呢 在python程式里面呢 你不会用format 那很多资料 你就没办法格式化成你 比如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另外的话当然 这个format 其他还有蛮多地方可以用上的 那当然我在第几个单元 云到白板里面的印象中 好像是第二个单元里面的最下方 好像我有列一个表格 就是说format它的基本用法 这边有个表格 比如说如果你要输出类似像这样 我们上礼拜的格式 那你就可以大瓜糊 里面加一个冒号 然后点2F就表示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format的结果 那其他还有前面有个加号 前面有个减号 或者是说你要补零 比如说你可能希望那个输出的结果是几码 比如零 两码的话就二D啦 OK那如果三码 大概故意是三D等等的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后面补零 或者是说呢 那你要什么呢 用那个逗点隔开 好像千分位符号 或者百分比符号等等的 另外还有什么对齐方式 像靠左对齐靠右对齐等等的 那你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去做format OK那其实format还有很多啦 如果你想要找更多 你可以在那个网路上找一下有关 Python的format函数的用法 OK 基本上有类似像那个Excel里面这种格式化功能 那你可以稍微找一下 那为什么特别提到format 基本上如果像一般工作上会用到 或者说考试 像我跟各位讲那个证照考试里面的 第几类 这有目录 第一类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考格式化输出 也就是如果你会format函数的话 那第一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第一类基本上就是像什么算数运算值 像一些运算式等等的 简单或者像那个变数的使用方法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如果你有兴趣有时间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稍微把那个第一类的题目 也许稍微看一下 如果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考 你会不会用这些 基本的这个功能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接着继续来看 上个礼拜这个format函数 那再来就用format函数加1到99 有讲了一个break 跟一个continue 那其中的话 尤其是break非常重要 break有点像刹车 那format或回圈有点像油门 就一直跑一直跑 那你总要让它停下来吧 那假如说呢 如果刚好 可能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可能还没做完 但是你希望在中间就停下来的话 你可以利用break 它就会帮你跳出这个回圈 那其他的话呢 就continue 也许说 我希望你要跳过 某个条件 如果它为true的时候 你就跳过 OK 像我们讲过 如果那个 比如一加到99 假设我要是偶数的或激数的 你可以用continue来做 OK 或step了 那再来就九指成法表 另外有信号输出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会把什么呢 之前用那个负回圈做过的那个 比如说 1加到99 如果我今天用画回圈 把它做一个修改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我不用负回圈累加 我要用负回圈累加的话 那我应该要怎么写 这个程式 那首先跟各位讲一下 负回圈跟负回圈 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负回圈 它一定是一个范围 OK 那负回圈的话呢 后面就加了一个逻辑判断 那不过还有哪些地方不同 我会在那个我们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三个单元 OK 云端白板 第三个单元 这边打开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第三个单元的第十二个page 第十二页的地方 那这边我有提到 基本上如果你要把负回圈改成画回圈的话 基本上会有几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首先的话 画回圈它后面一定是加一个逻辑 逻辑判断 可是负回圈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for i in range Range就是给它一个范围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第二个各位可以看到另外还有哪些地方 就是画回圈 我们for回圈的i本身你会有一个in range in range的话顾名思义你就是会给它一个初始值 比如说for i in range 那如果range里面的初始值假设1的话 那这个你直接初始值就直接把这个1放在i里面 但是while回圈里面的话 它没有初始值 然后在while后面是加什么加一个逻辑判断 另外的话在for回圈里面它in range的话 它会自己帮你布进 就是自动帮你加1 可是在while回圈里面就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变成你自己要在while回圈里面 再写一个i等于i加1 或者i加等于1也可以 i等于i加1你可以写成什么写成i加等于1 至于为什么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 你可以就是这种写法比较接近像java java里面也可以这样写 那vpa里面的话它会写这样 不过我是建议你看哪一种写的习惯 用哪一种方法来写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上个礼拜的for回圈的加总像这个 不过我们好像有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continue我把这删掉 OK就类似像写这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一个范例这样输出 比如我们上礼拜输出把它print出来 它会显示计算总和是这个数字 那假如我希望把这个范例改成while回圈的话 该怎么做OK 那第一个我希望是把这个module也许先copy吧 copy之后在src上面再贴上 然后名称也许就是不要叫底线while吧 反正你给它一个名称做个区别 因为我要用这个模组来做修改 OK好那你会发现再重新开 这个1加到100的while就这一个 所以它会开在这里 原来在这里 也许你可以拉过来没关系 这个标签是可以切来切去 也可以移动的 拖拉就可以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个模组改成while的话 基本上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在for回圈里面的初始值 那for很方便 它预设range这个数字就是它的初始值 i的初始值 可是在换回圈里面就不是 那怎么办 你变成你必须要在开头的地方给它i等于1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个画回圈后面的话 那不是加一个range 而是加一个换 所以我们第二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for回圈改成画回圈的话 那基本上后面画有什么 画有当什么情况下 会去执行下面的动作 OK 我因为我要1加到99 所以当i等于1的时候 那我要进 当i等于2也要执行累加 当它已经到100的话 那就不能累加了 所以当它小于多少 小于100的时候 你不能小于99 因为小于99变98就停了 i小于100的时候 帮我做底下的事情 OK 我这个先注解好了 for回圈 这个先不要删 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那个for回圈本身 它其实呢 后面其实如果你不写的话 基本上 它这边基本上 后面实际上预设是会有一个step 这个step 这个step是什么 step1 那step1 你可以不用加 为什么 它会 nest 就是下一个 就是2 3 一直到99 99到100 就停下来了 可是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写 OK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再画回圈 它不会自己不写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变成钥匙 在这个下面再加一个i 等于 i 加1 i意思是说把什么 把那个 i这个值 本来是1 加了1 之后存回去 加了1之后存回去 本来1 然后变2 再来过来变3 变4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效果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负回圈后面那个豆点1的那个效果 step1的意思 可是在画回圈它不会自己不写 所以变成说如果你今天用画回圈来模拟负回圈的话 那它比较啰嗦 变成说它变成本来在负回圈只要写in range的这个 它变成要初始之要 条件要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不禁要 ok 所以会有三个地方 大概要把它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这个程式基本上就ok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然后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理论上 它就进进来 然后1 然后2 一样加到sum 最后把这个计算结果 用sum去做输出 我要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是计算结果 4950 用换我先看好不好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也是4950 一模一样 ok 但是 感觉好像用换我维线比较啰嗦 不过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用for维线 所以我们改用换我维线来写的话 相对会感觉 比较 没有那么简洁 没有那么简洁 可是有些地方 所以真的你用画维线来写 相对是简单的 至于哪些地方 后面我们会用其他的 范例在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1加到99的这个 改成画维线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再请各位练习99成发表 99成发表 我们上个礼拜是写到两种方法 最后用format 所以写完像这样 另外请各位试一下 也就把99成发表怎么样 改成99成发表 按右键copy一下 把它贴上 贴上的话 你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坏的版本 那如果说我今天再把它打开 坏的版本 坏的版本怎么改 所以其实道理一样 只是说你要改对 因为它是有两个for 所以两个都要改成坏 但是问题 记得它的重点 我讲过初始值 条件 步进 反正你只要加这三个 那你本来画回圈 也可以全部改成画回圈 没有问题 OK 画面请给各位试一下 另外呢 跟各位讲一下 像这种逻辑 这东西其实不只是python 其实以前chava 或者你说写php 或者写vpa 其实也是相通的 那不管说哪一种程式语言 都会有for回圈跟画回圈 那他们之前的差异 其实在跟这边基本上也不会差太多 还差不多 所以也就是如果同样的方法 将来如果你写别的语言 别的语言呢 也会有类似的 你就把它改写一下 像这个在java一模一样 如果你像java里面 你要把所有java 你通通把for回圈改成画回圈 这边的方法跟这个其实是 道理是一样的 OK 所以请各位注意试一下 就for回圈如何转换为画回圈 那当然未来呢 如果你写下来发现奇怪 这地方好像是用for回圈好像感觉比较简单 那我就建议你用for回圈好了 但如果说有些地方用画回圈比较简洁 至于什么时候用for回圈 什么时候用file回圈 那你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特性 因为for回圈大部分就是有范围性的资料 比如说像资料库 从哪一笔资料到哪一笔资料 会有一个比数的range的话 那我强烈建议你用for回圈就好 但如果不是 比如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找到什么地方 才是停下来的点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逻辑判断 那你当然就用file回圈 可能会比用for回圈来的更恰当 所以这部分的话大概会有这种不同的特性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一般实际上工作 我自己实际上用到比较多还用for回圈 因为大部分还是有序的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把file回圈 就是for回圈的家总改写一下 好 好